他还有一点点的时尚 那个鞋运动员穿了 都把脚都给割破了 这都是国家队的 他们就穿着这个破李宁 那国家队不是应该是那种特别的 特殊的好一点的吗 现在国家队全都换UNIQS了吗 又都换品牌了吗 一个就是他的质量不行 第二个就是换了领导 共产党这没有任何的传承 所谓的他追求点什么质量 所谓的他们的时尚 还有表达的看法 没有 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他今天你当官用李宁 明天我当官用阿迪 后天他当官用尤尼克斯 再后天贿赂完了以后用耐克 是吧 你想想耐克 我们国家队之前的足球队 我们足球队 阿迪达斯一直 占助了只有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了 一直很好 没什么大问题 因为阿迪是专攻足球的鞋 什么的 他非常非常专业 是吧 就是最老的那个 我就一直穿那个 阿迪的那个六丁的 就一直那个 所有他新款 我一概不穿他 他每次来问我 哎呀好想给你这个新款 我说你不用 对吧 我说你就给我这个 你给我就行 别的我不要 这个就像阿迪他那 哎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 在足协更迭的时候 在这个 哎 耐克利用 国家体育总局 利用足协的改朝换代 这帮渗透进去 就把阿迪给听出去了 耐克成了赞助 完了整个耐克赞助 所有中朝筹队 给垄断了 大家一般 而且到时候讲实话 那后来的那 现在的耐克 你都没法看 就大红门买 他衣服 完了印上 印一勾 完了都发给 这个各个俱乐部了 各个俱乐部的衣服 其实都一样 很少有单独设计的 这一块是俱乐部 很大的一个收入